看到我身后这个背景没有 是不是大家有点熟悉啊 这是我去年经常拍视频的地方 这也是我的一个草料的仓库 这是我春季的时候收集那个犹太节杆 这都装着的时候不打开了 这个袋子比较大一打开到就漏下来了 还有这个牌子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牌子给大家摘 这是我去年春季做的一个小黑板 小白板 白板黑字 就是当时我 就是每一周需要做的重大事情 我就列解在上面 上面写的本周计划驱虫三连四方种树 和修棚 当然四个任务做了驱虫三连四方也就疫苗吗 还有种树都做了就修棚没做后来因为 某些事情没有做 现在进入冬季了咱们羊人一般不是太忙了 喂完羊基本上事情都比较少了 当然放牧的话还是依旧很忙的 大家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有四种草料 大家尽量不要喂羊 第一个就是猪肆料这个事情 前两天有一个网友给我发私信说的 他说小夕我们这里 这两天爆发那个废猪猪瘟了 然后好多养猪的都不干了 不干了之后我身边有一个养猪的朋友 不养猪了 他手里面有大量的那个猪肆料 这个粉丝说那个猪肆料价格给的很低 想拉回来喂羊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用猪肆料来喂羊的 首先来说猪和羊的消化系统不太一样 猪肆料适合猪消化 但是喂羊的话 有点太勉强 另外猪肆料里面含铜量比较高 长期喂羊的话会破坏羊的刘胃菌群 尽量不要喂羊 第二种不能喂的就是冰冻的草料 比如说冰冻的青橱黄橱 麦苗以及豆腐渣 关于冰冻的草料不能喂羊 我前两天发了一期视频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这里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第三种不能喂羊的就是生豆类 虽然说豆类蛋白高 喂羊的话营养价值高 但是最好不要生胃 因为生豆里面含有大量的抗硬蛋白 羊吃了容易消化不良 而且容易胀气拉吸的 最好是炒熟或者煮熟喂第四个不能喂的草就是发霉变质的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容易忽视的点 好多人有这么一个无奇 就是说我家的羊喂的干草 干草看的挺好的 没有发霉的吧 其实怎么说 发霉的咱们肉眼能看到发霉的那个草肯定是不能喂的 那是发霉特别严重了 咱们肉眼看不到的就是感觉这个草干草还挺好的 其实是说它含有霉菌的 草从仙草变成干草的过程中 它会有发霉现象的 只是说咱们看不出来 但是霉菌是存在的羊吃含有这个霉菌的那个草料 实际上了霉菌积累的话 就出现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就是正常的羊容易出现农包 怀孕的母羊实际长了容易出现流产现象 所以说咱们在喂干草喂清土的情况下 尽量喂脱霉剂 另外说到这个脱霉剂给大家说一句题外话 就是说咱们给羊使用脱霉剂的时候最好使用 生物型的脱霉剂 像那种传统的蒙托食材那种脱霉剂 大家尽量不要用了 那种是属于物理性的 效果很差而且实际长了对羊也不是太好 虽然说蒙托食材很便宜不建议用 如果说大家找不到合适的脱霉剂的话我的橱窗里有那个脱霉剂是生物型脱霉剂 也是我平时用的 好以上就是咱们养案过程中四种草料不建议喂羊的大家可以参考下 当然大家有什么需要普通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大家如果喜欢我作品可以关注我们下期见 拜拜